他就說我們這個二十幾座 都會坐滿 如果報座的話 你要怎麼處理 還一直逼他們 因為他們說道上兄弟都會來 然後就他們 所以他們飯店還特別 因為他還多準備一些食材 因為真的很怕說報座 而且要有個空間 你空出一點 對 然後就還特別跟他講好 就是說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可能哪個地方可以清出來 然後讓他們擺座什麼 都還想好 然後結果呢 我那天一去主持的時候 他們就是說今天有可能會報座 就叫我這邊要準時 不然的話兩邊同時出在 對 會有點來不及 我就說好 那我這邊會盡量準時 結果我要開始的時候 我就過一開始說 奇怪 怎麼只有大概來三層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你們要開始嗎 然後他就說 你現在不要問這個問題 我說怎麼了 然後說你沒看 那個新郎臉超臭的嗎 他說 那新郎就一直在門口說 為什麼那些兄弟都沒有來 不是說都會來嗎 然後就是等 以兄弟都出去怕人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等著 然後後來等到我們這邊 都第一次進場完了 差不多準備要二進的時候 然後去那個新郎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老大 反正新郎他都說 這不得不 他就說好 那真的就是 還是要先開始讓大家吃 然後那時候才去看 過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只有來五成 有一半的人都沒有來